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说我成故事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1934年的西环煤气股爆炸案 西环皇后大导西的煤气总局位于今天的石塘锤市政大厦位置 当时的煤气总局一共有四座的煤气股,一大三小 供应于全香港人使用的煤气 在1934年的5月14号,早上的10点左右 工人照常将煤气输入煤气股 其中最大的一号煤气股怀疑因为太过残疚而漏气 发出巨响而火石也迅速蔓延并且发生爆炸 火井也一遇其名,好像一口噴出烈火的井一样 根据当时的报章形容,爆炸令整个西环也震动 好像地震一样,房屋和玻璃窗也传掃尽毁 大量煤气外洩随着东北风吹到进城街加铃台一带 并且随即发生大火,加铃台一带的住宅变成火海 更加不幸的是,带有煤气的有毒获烟 去四面八方的街道乱吹 很多店铺和房屋都被火焰吞噬 居民好像恐怖片那样急急逃亡 进城街的居民扶老葵又离开,哭声紧接着爆炸声,四处响起 就算是住得比较远的居民,亦都纷纷执拾世愿去逃亡 由于当时是正吹着东北风,以至是当时煤气鼓旁边的楼全部都变成火海 大火越烧越烈,当中尤其以加铃台和进城街一带的灾情最为严重 有在附近教书的教父见到加铃台火焰冲天 他马上走入仓库里,构出已被火烧伤的一家三口 还包括了一个小朋友 有人去拆走学校和加铃台之间的一些围场 让灾民去逃走 大爆炸至少令到三条的街道,11间的房屋受到牵列 有7间的房屋被烧到通顶,死伤的人数是超过200人 有人被活活烧成焦炭,亦都有不少的人因为吸入煤气毒 或者吸入浓烟,当场死亡 根据当时的报章报道,能够辨认的尸体有40多具 男女老少都有 但是当时的灾情一片颓换拜雅 担心可能有超过100多名的尸首,其实还未挖出 幸好,在当年这么危险的情况下 有两个勇敢的印度保安员,即刻冲入火场 启动紧急装置 将煤气鼓里面的煤气引去安全管道排出大海 但是这两名的印度保安是关了个装置 准备掉头离开之際 突然之间就发生煤气爆炸 虽然已经立即将他们送去医院救治 但隔日相重不治,因此而牺牲了 如果不是有这两位保安应用的行为 估计当时的死伤人数会更加多